星力飛 星力英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陸場賽事 二班千八米的路程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喜喜寶應聲彈出 擺在前面放 快過星力英很多 星力英要出二疊來推著它 再見到第三位的馬 外面有這隻黃牌走上去 中間聰明才智 內蘭第五未力升 第六位喜勝多 第七位雲尼那 第八位大面枯 外面最必勝 後面四匹馬 肯穩勝利內蘭 中間那匹馬就是風彩 再後面兩隻 威風猛將和新苗星 轉這個滿冠彎的時候 前面喜喜寶貼了欄就大了 第二位 新力英 耿癡住你 第三位也有一隻 跟著後面就是聰明才智 內蘭第三 第四位有黃牌 第五位魅力升 再後面的馬匹 有這隻喜勝多 雲尼那 再跟著後面就是最必勝 幸運勝利 尾三就是風彩 尾威風猛將 南晚宅 包到最後 內蘭那隻是新苗星 跑到對面直路的中段 喜喜寶 拖著姜誠 撤離了一個新位 新力英 一路搖著 要跟著第二位 第三位的馬 就聰明才智 再後面第四位是黃牌 魅力升 喜勝多 後多小馬匹 先見到雲尼那 戴面枯就是最必勝 在外面有威風猛將 內蘭幸運勝利 尾以風彩包尾 仍然是南晚宅的新苗星 轉彎中間 喜喜寶拖著姜誠 仍然有個勢 一路支離了一個新位 新力英 比住第二位 聰明才智 內蘭都要側 中間位置有這隻 黃牌拼出去追 喜勝多 馬琳中間穩位 還有雲尼那 思佑 內蘭就是幸運勝利的馬 繞到最後200米 這隻喜喜寶再支一段 支離一個新位 但是聰明才智 擺帳堂擠上來 最後100米 聰明才智 直追喜喜寶 接近終點 喜喜寶聰明才智 一起到 第三名就是這隻風彩 但是看最後那一步 這隻聰明才智 應該很有機會 就趕過了這隻喜喜寶 喜喜寶的沿路都先佔了 但是四號馬 這隻聰明才智 撲上來的勢力就厲害了 第三名就是風彩 魅力昇和喜勝多已經相差第四 三隻臨尾的飛數最厲害 包辦三同賽 臨尾這個聰明才智 落到只剩28元 四倍一陣打下去 殺了他們的喜喜寶 風彩 拉屎 落到15倍 也有點辦法 跑跑跑跑第三 對 追了一條直路 莫雷拉 中點之前那兩步 過了潘頓 很接近的 尤其是兩隻叮噹碼頭 這樣鬥下去 結果莫雷拉 很刺激 對 落重飛的聰明才智 好了 今天暫時來說 投馬不是很多 一個勝出 其實潘頓也是一勝出三勝出 都跟潘頓穿回一勝出 這兩位仁兄經常都是第Q 但是今季 加上這次穿Q的次數 只有十場 也有雙位數字 剛剛也有雙位數字 但他們加上100多場 超過104場 現在是153了 對 153了 對 封了剛才 封了蕭先生 飛數也很重 對 封也很重 很厲害 為甚麼為之Q 不是說是落飛 現在是Q為之Q 對 封也很厲害 所以你們說 中展的時候笑笑後 笑笑後 對 對 可能是 我想可能是前面頂著 如果我推出一些 三勝出品牌 但我還好看 對 還好看 有一點… 最後那幾部也無法拍攝 封了 好了 捧了杯 馬上看巡邏影片 好 看巡邏影片 看看起步 潘頓 也挺狼狼的 近來的時候 很急 對 七檔 黃身紅寶 山一山二檔的新力櫻 其實沒有多少步已經走過去了 那奈利亞說 看到你細胸甲狼地走過來 我又要放頭 有多少步 對 騎回來了 變成益了一隻舅女 聰明才者的後面 開邊是黃牌 裡面是魅力星 見到起勝多 後面就是雲丁那 這裡也要再看看前面 見到為何潘頓一隻 無端端出來了 推了一隻新力驚出去 有點奇怪 看看中答 雲丁那裡是最必勝的開邊 後面就是幸運勝利 風采威風晚將 在尾二位置 包了尾新秒星 也很少見 潘頓的操控 進入滿貫彎 這樣會出去撞你的新力驚 撞到一下 也不算很明顯撞 不過他也應該感覺到壓力 因為最強最少在他後面 這些是感覺到的 就算不看也知道 否則新力驚沒必要這麼凶狠 其實已經跑得很好的 你待會可以再留意一下 下山那段 轉彎那段 潘頓騎走你了 他就是撞那段 但是走不了 因為莫雷拉一直撞著他 莫雷拉也很聰明 因為潔之地會用那招 他也開始動手了 不管你那麼多 你開始慢慢想走 他已經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差不多了 看到潘頓這裡還沒動手 莫雷拉說我讓你走 我當然不讓你走 這裡就騎了幾步 對 所以進到直路擺平衡也好 這些又不同 即是用右手邊 調好那隻馬 然後放正那隻馬 一騎下去就追 近面的風彩 起勝多 可能是呆於銳氣的問題 你撕了一撕就不厲害 你撕了一撕就不厲害 你撕回給美力昇 美力昇有第四 看看分段時間 尾三段快 13秒6923秒0624秒5624秒4半 第四段沒段23秒4半總時間 1分49秒21總時間 是快於標準時間八線